客运一头撞进铁皮屋 玻璃破碎 后照镜短裂毁损 路数也左右倒塌 而轮胎底下还压着几块铁皮 撞击离岛之大 而第一时间车上还载着乘客 今天下午2点10分左右 国王客运1791路线 从宜兰罗洞往返南方澳 路程当中游信司机似乎一时晃神了 在五节乡寄水路撞击一处铁皮仓库 他是说他一直晃神 然后就有点好像打盹这样 乘客饱受惊吓 而这么一撞 司机加乘客一共五人情商送医 幸好进一步检查没有大碍 简单包扎已经返家修养